往往大家会觉得比较分解的地方 就是一个最悔改的一个问题 其实佛教里面是有认真悔改的一个说法 有忏悔 有忏悔 往昔诸葛业 这因为往昔有问题 所以在现状就要轮回里面去 他不能处理 所以这点没有什么差异 还有这个罪 他所谓的罪 我们在佛教里面 可以理解为一面无明 一面无明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知道自己该放弃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这个就是问题 你肯定是因为看不清楚实相 然后所以呢 你做了一些错事 所以才陷入到了六道轮回的痛苦当中 你不能做这种 不是故意的 所以这里面可以是一个互相的解释 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儒家怎么解释 儒家里面咱们讲中庸 系统神学就讲中庸 天命之为信 开篇题 天命之为信 率信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就这样的 那天命之为信 就是这里面有一级性和二级性 天命 就是你执行天的一个 这没问题 这个性是指的是就等于天命 那好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善良的 或者绝对的真 绝对的善良的那个性 然后还有二级性 所谓下一级性 就是率性之为道 率性之为道 就是率性就是我得引导这个性 那天命的性不用你引导的 那你人的私性 你自己的性 是要需要有这个引导的 因为它这个 你完全的执行是天的意志的话 这个不需要引导 那需要引导的是你自己的人的 你作为一个人 你做的那些错的 或者是喜怒哀乐 就是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的这些 是二级性 明白 这样的 二级性需要去引导 就是怎么能辨别它 怎么能辨别它 你得需要有智慧 这样的 对 好 这是我要补充的 对 我也在最后 从最后再说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罪 不是说你故意犯罪的罪 而是你不明白上的主意 而就是不明白上的主意 而做的错 比如保罗 他也是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 他就抓耶稣的门徒 他认为做一件好事 他并没有认为自己犯罪 他认为自己做好事 耶稣点了他一下 这个罪 不是说我故意去做什么事 这个罪可能跟中国的罪不一样 中国的罪是故意犯罪 嗯 对